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俊倩 李山河在 李鸣扬威 传后人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平平大鱼 话说南北朝 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 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 各位呢可以登陆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 搜索大鱼茶馆 选择收听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啊 咱们说到 博足狼王 侯景发力 扯其反其 自不量力 东西两位 意义其得罪 危险警报刚才解除 侯景自我感觉变得相当良好 良好之余呢 他居然有了一惊人的计划 在与李赵二将会面之时 突然将其拿下 夺取西卫大军的控制权 你说侯景就想好的啊 这个想法近乎于癫狂了嘛 那恐怕是受了梁武帝鼓励之后的头脑发热 你试想 宇文泰是好惹的啊 你做了他的梁将 吃了他的部队 他能跟你善罢甘休 光是拼一东卫 你都这么艰苦了 你再加上个西卫 你侯景俯卫受敌 不是死路一条吗 侯景是过于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了 他只以为自己是狼 完全没想到人的西卫大将不是绵羊啊 而更像是猛虎 事实上就在侯景想要吃掉李赵二将的同时 赵桂也提出把侯景骗到西卫的军营来 见机做掉他 吃掉侯景的军队 结果被李毕生生给劝住了 李毕可不是不齿于这个下三滥的招数啊 而是见识比赵桂略为高明 吃掉侯景的部队 并不能帮助西卫有效的占领河南其他各州 反倒义务为东卫扫除了侯景的大麻烦 得不偿失 不如留着侯景继续祸害他人 来的何算 李毕也是无独不丈夫啊 西卫六驻国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两家各达各的算盘 压人的梁军先头部队呢 已经到达如水了 李毕恐怕呢 自己说是与这个梁军呢 产生冲突 到时候自己三面受敌 这玩意有点不合算 于是呢就统兵返还长安 因为东卫军是见着西卫军才撤围的 所以到此为止 西卫呢 算是已经给了你侯景一个面子 我帮了你的忙 东卫这个军呢也已经撤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你也不要再考虑了 哎 完了之后呢 我们呢 也算是帮你了 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结局了吧 我也避免了和梁军的正面冲突 对吧 所以呢 这算是给了侯景一面子 李毕昭贵大军前脚刚撤 王思政的荆州兵后脚就来了 侯景借口说要扩充地盘 把影州就交给了王思政 自己领兵呢退到了玄乎 侯景的想法是把西卫梁国的军队啊 都诱入境内 然后机密期间寻找机会 于是呢 他又给长安发起一封书信 二度求兵 哎 我还得要 是吧 呃 再想要你一点兵来 云奈正想发兵呢 大兴在左城王岳进言 说侯景之于高欢出为同乡之情 后为君臣之气 侯景位居上将 执重台司 于高欢又如鱼室 如今高欢心死 他便起兵作乱 完全不顾君臣之道 忠义之力 这个人呢 野心不小 既然能背叛高士 哪里有可能进阶于朝廷啊 如果再增值以士 援之以兵 不仅侯景难治 恐怕朝廷也会一笑大方啊 宇文泰一听 说的是 于是乎呢 就打消了增兵的念头 改造侯景来长安 侯景糊弄不了宇文泰 又对着王思政的军队 打起了主意 他主动的跟驻扎的 颖州的这个西卫将领套进 奉送前梁 又经常只带几个随从呢 出入西卫军中 大家搞得跟一家人似的 暗中呢 则刺坦虚实 寻找机会下手 然而侯景呢 再次低估了自己的对手 玩阴谋 对于善玩阳谋的人来说 是没用的 王思政行事果断 力主接纳侯景的响表 但果断不等于鲁莽 力主纳响 也不等于说真心相信 侯景的阴谋 他已经是了然于胸了 没等侯景表现一把 王思政就秘密召见 手下重将 仔细部署 突然行动 分派各军 占领了颖州 四周的七州 十二阵 侯景害人不成反被害 十几年苦心经营 给宇文泰做了假衣裳 哎呀 侯景在这边啊 是又羞又愤哪 终于跟宇文泰扯破脸了 向云泰答复 说我连高城我都瞧不起 我又能与大兄弟 您共事一拙 开玩笑啊 最可怕的敌人是所谓的朋友啊 侯景原形毕露 宇文泰反而释然了 河南大部已归西卫 侯景爱上哪捣乱 上哪捣乱去吧 反正对西卫未必不是件好事 这次西卫得了很大的实惠 王思政实为首攻啊 宇文泰把原先授予侯景的官职 全部都转给王思政了 王思政高风亮节 说什么也不要 宇文泰一再派人扎受 最后王思政实在拒绝不了 勉强接受了河南诸军事一致 宇文泰派兵进入河南的前一个月 东卫派兼散其尝试李系 舒适梁国 高城还是想与梁国维持友好状态 不仅是怕丢掉整个河南 也是担心受到梁国与西卫的夹击 李系的外交努力没能成功 梁武帝面对送到口的大餐呢 不想再跟东卫皇位称兄道弟了 梁国的军队按照计划抵达悬会 与侯景会市 当然了13周的大礼包是拿不全了 至少被宇文泰抢先吃了一大口 梁武帝不给高城面子 梁国的友好已经走到了尽头了 太经元年公元的547年9月 老菩萨向鲜卑小儿下战书 正式讨伐东卫 高城深爱先立后兵的道理 还不想放弃和平解决侯景问题的希望 他给侯景写了一封信 希望侯景不要忘记当年与高欢的君臣之情 不要舍弃明节做不忠不义之徒 投靠西卫和南梁 不能取信于人 终非长远梁继 末了呢又提到了侯景留在河北的老婆孩子 暗示侯景自要你回来 骨肉亲人即可重逢 如若不然全家没好下场 按常理话说的这份上的一般人多少有点顾忌吧 但是这一套对侯景没有用 侯景是有豺狼的执着和残忍 宁可做驰骋疆场的狼 也不做听人使唤的狗 面对高城的威逼利诱 他命手下谋侍王伟写信回敬 王伟是侯景身边的一大人才 在侯景之乱的过程当中啊 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他当下洋洋洒洒 妙碧生花 这个咱们就不说原文了 咱们大意给大伙翻一下 他说的是什么 说要听说天下智贵 莫过于生 扬名立身 所求为义 英雄之士自当舍生取义 我侯景先后效力于天助将军 就耳珠蓉啊 与孝庄皇帝 为国杀敌二十年来 不必危难才有锦衣玉石 富贵一身 如今不惜斩惊奇雷战鼓 拥兵相抗 为什么呢 只是因为高王大权独揽 内外相猜 名为尊王 实被谋利 骤有一族 终至毁败 是劫有百克 难逃灭亡啊 若能忠信 虽弱必强 我侯景要替天行道 率领南朝大军 奋勇北讨 是扫荡四海 克服中原 拯救 黎明 您这书信里说 我老婆孩子 已被拘押了 当年王陵 归附汉朝 母亲寇为人质 也不改初衷 刘太公被项羽囚禁 汉高帝 是泰然自若 求分一杯羹 何况是老婆孩子呀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您要是觉得 杀他们对您有好处 我不拦你 只不过杀了他们 徒增罪恶 得骂名的是您 与我何干呢 高城人品虽差 但是有爱才的善名 看完信之后 第一反应不是生气 也不是郁闷 干什么呢 耳打听 这信谁写的 得知王伟以后不禁感叹 哎呀 王伟这才华如此 哎我不知晓啊 那很有点这个 曹操西陈林的味道啊 那既然谈判 劝想解决不了 实质性问题了 东魏与梁侯联军之间 那也只能打了 由于国都离得远 梁军晚了云太一步 实质上只取得了 东魏南部边境的玄乎 相乘这两座城 梁武帝心里当然不满意了 自然想扩大战果 要扩大战果 杨压人的三万军队 就不够用了 于是呢 他又派侄子南豫州刺史 肖元明 哥哥肖义之子 是吧 和孙子南衍州刺史 肖惠李 这是肖记之子 分都中将 领兵十万 奔赴东县战场 进攻徐州治所 鹏城 梁国多年无战事 王孙贵族从来没上过战场 只是懂得显威风 摆气派 肖惠李骄横自大 不把其他将领放在眼里 肖元明不服 给朱毅写密信 告肖惠李 是懦而无谋 梁武帝呢 便召回了肖惠李 全军以肖元明为都督 那肖元明说肖惠李 懦而无谋 他自己也未见得的勇而多谋 他平生所好呢 莫过于酒 经常烂醉如泥 瘫倒的军营里 百呼不应 大凡重将 与他商议军级大事的时候 他都没有主意 总是敷衍 你们看情况办就是了 梁武帝为此次 北伐制定了 详尽的作战计划 想怎么做呢 梁军呢 先占据 鹏城东南八十里的寒山 就是今天江苏 徐州东南方 这块地方 然后呢 在四水下游 拦住 拦水呢 住眼 以水淹之法 灌篷城 梁武帝使用的是 当初这个 福山宴的这个 微缩板啊 福山宴虽然说失败了 水攻的招式 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梁军的战斗力 远远不及卫军 如果强攻敌城啊 必然损失惨重 水困城池 既避免了死拼 又能逼迫城中的兵将呢 不战而降 此机若成梁军 即可与西面的侯景 其都并进 席卷东魏的河南山东之地 令高城首尾无法照应 从而获得更大的战果 梁武帝的锦囊妙计啊 在执行上呢 出了偏差 梁军驻宴成功 部将杨侃呢 请示萧阳明 趁着水势攻城 萧阳明却死抱着梁武帝 临行叮嘱的 慎物妄动 迟迟不下命令 东魏 蓬城守将 徐州刺史 王泽忠 中庸客家 城内呢 水势日益上涨 城外呢 被围的是水泄不通 依然守得固若金汤 萧阳明在寒山 遗物战机 河北的高城 可没工夫跟他打太极啊 他派大度的高岳率领 十万大军 并任命大将 潘勒为副手 增援鹏城 谋士车元康提醒他 潘勒应变能力弱 不如慕容少宗 当然难道忘了 先王的遗言了吗 把军务交于此人 侯景不足为患呢 高欢这话 高城没忘 只是慕容少宗 被冷藏了这么久 高城对他的不熟悉 担心忽然予以重用 万一受惊叛变的就糟了 潘勒打宝票 修书向慕容少宗 说明情况 于是高城 加封慕容少宗 为东南道刑台 与高岳和潘勒 一起去了鹏城 侯景啊 一向瞧不起东魏猪将 在高欢手底的时候呢 他就对高曹和鹏了 两名这个 两岸名将的评价 说什么呢 说这种人呢 只知道像猪一样 到处瞎跑 有什么本事 起兵以后 喊鬼攻打他 侯景仍然很不屑 啃猪肠呢 小儿 这回听说高岳来了 侯景更节省 就说了四个字 兵惊人烦 探把诱报 随行的还有慕容少宗 侯景脸色变了 他甚至对情报的准确 产生意外 不可能 是谁交钱 被小儿派慕容少宗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 会不会高王还没死啊 听到师父的大名 侯景窃了场了 超级替补 慕容少宗 把侯景晾在一边 领兵进驻 与围城的这个 鹏城的梁军进行对垒 肖元明的懒劲啊 这时候可发作了 先是杨侃建议 趁慕容少宗立足卫稳 主动袭击 肖元明还主动什么 袭击 主动袭击 不去不去 然后呢 肖元明不听 第二天的杨侃又劝肖元明 全军出战吧 给东北军一下马位 肖元明 喝酒喝酒 咱们就抓紧时间 喝酒就行了 是不是 从整场战役来看啊 肖元明的策略呢 倒是始终如一 极力抓住不放 责任一概不担 别人建议不听 自己又不决策 坐等敌人上门投降 属于典型的无为而不至 就这样的王爷派头 在官场或许能混个四平八稳 在战场的敌人眼中啊 毫无作为 就是失败的代名词 对不对 你说人家都已经到了驼驼县了 是不是啊 杨侃啊 是北魏的降将 之前领兵接应的杨安人呢 也是 他祖父杨归 本来是南朝留宋的将领 在宋明帝的时候呢 随着薛安多投了北魏了 杨侃自幼熟悉兵法 六阵之乱 他参与平叛 履历战功 后来对北魏乱象失望之极 再加之啊 心向南朝 就率部呢 归顺了梁国 在梁武帝末年 算是为数不多的 打过硬仗的宿将 杨侃一看 萧安明这副模样 只好自求多福 帅英本部人马呢 就出臀宴上 免得被萧安明给拖累 其他的梁将呢 也各自暗存私心 就不再积极应战了 梁军将帅离心 东魏方面呢 却从容不迫 慕容少宗亲帅 步骑兵一万 首先进攻 梁国同州刺史 郭凤的军营 东魏军是万箭齐发 形势危在旦夕 军营当中 萧安明正喝了 明顶大醉呢 趴在桌子上起不来 他下令众将救援 却不指派具体的人 你下令众将救援 谁去 谁呀 大家大眼瞪小眼 谁去 都挪不动步 北衍州刺史 胡桂孙看不下去了 对乔州刺史 赵不超说 说得了 我等带兵而来 正是为了有所作为 如军敌军进攻 何以不战呢 赵不超无言以对 回到营中队手下兵士说了 说为军事胜 交战必败 不如早点退兵 还能保全性命 打点行装 这就准备跑 胡桂孙得不到任何响应 就率领本部兵马 赶往郭凤军营 两军何为一处 反攻东卫军 奇迹居然出现了 梁军一时 竟然斩杀200多名敌军士兵 慕容少宗 此次出击的目的 主要就是为了 试探一下梁军的虚实 他预料梁军会轻易进攻 而且虎头蛇尾 临行时 曾经对走在后边的将士说 我会假装败退 引诱南军 你们记着从他们的身后进攻 结果接轮战一打 慕容少宗的前锋是真败了 来不及打招呼便向北退去 梁军主帅 肖一鸣借着酒劲 撒了花的追 其他将领的军队 也跟着就追上来了 可是东魏的后军 却实诚的很 不是叫我等在后面围攻梁军吗 好那咱们上吧 立即从两翼 绕着梁军主力身后 犹如两条臂膀一般 把梁军整个就给拢到包围圈里了 侯景曾经一再派人告诫梁军 追逐北军不可超过梁里路 骑兵与步兵对阵的时候 不论骑兵的败退是真是假 一旦拉长战线 不利的往往是追击的步兵 追的越快越远 不可知的因素也越多 侯景十分了解东魏的战术 诱敌深入为而兼之 对于骑兵来说 这玩意再熟悉不过了 但是对于以步兵建场 而且九输战阵的梁军 那却显得很陌生 所以侯景特意向友军强调此事 这一套战术与草原上 这个狼群捕食的方法 可以说是督出一辙的 结果这个时候 是游牧民族非常擅长的战法 梁军上下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人往往习惯于顺应本能 兵败如大山崩倒 兵尽如水银泻地 一个人停住脚步容易 一群没有统一思想的人 要腾住脚步那几乎不可能的呀 败退中的慕容少宗 见后军发力便调转头来 回击梁军各部 梁军腐背受敌顿时崩溃 失散阵亡的士兵数万人 其余被俘一身酒气的 肖原明 生猛无比的胡贵村 临阵脱逃的赵波超 这些个将领 全部都被生擒活捉 十万大军呢 唯独先前一兵验上的 杨侃一步 没有损伤 他接到消息 下令整军撤出战场 全势而还 寒山的战报传的健康 梁武帝正在宫中无睡 太监张僧印禀告 朱义由要事相奏 梁武帝升格传箭 朱义兴冲冲进到内阁 气喘吁吁 寒山之战 我军失利啊 梁武帝惊得身子一晃 差点从座位上摔起来 张僧印赶忙上前扶住半闪 梁武帝这叹了口气 摇着头 莫非我的下场 会如晋朝皇帝那样吗 寒山的惨败 打破了梁武帝后期的既定方针 也就是做官北朝东西内战 消耗实力 待时机成熟时 收获愚翁之力 梁武帝的方针无懈可击 但是他要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战争是靠人来完成的 战争消耗了国家的实力 也锻炼了国家的战斗力 从最高统治者普通老百姓 到军队 其战争能力都会得到 极大限度的开发 南朝一味的坐山观胡同 原有的战斗力 当然说不上强 但是在和平当中也慢慢的退化了 最后却成了坐池山空一遇战士 反而不如长期内战当中的北朝啊 寒山之战就是最好的力政 梁武帝的作战意图和计划很出色 利用侯景的势力夺取北朝的大片领土 特别是极具战略经济和政治意义的河南各州 进而统一天下 但是再完美的战略计划 都需要有优秀的执行者来配合 梁国境内根本找不出一名能够很好执行梁武帝作战计划的人 萧惠里也好 萧元明也罢 至于说杨侃 那都不是出色的执行者 至于再往下的中低级将领 以及普通士兵军事素养 就更不用提了 这一切都酿成了寒山之败 也在日后酿成了更大的悲剧 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可很开心 谁呀 慕容少宗在寒山打了一漂亮招 升秦梁国皇家统帅 八面威风 好不得意 但是他没有在鹏城大半九夕大开庆功宴 而是趁热打铁 惊其锡指长去而尽 十万铁甲只取霍乱了冤凶侯景 行军途中 军司杜毕作文传习梁国境内 列属侯景的罪恶 警告梁武帝支持侯景的下场 这师徒二人可马上就要对阵当场 那么究竟师徒二人谁最后能够取得胜利呢 与之后事如何 确定 下回 分解 二人之后 二人之后 我被 mug女和 Baş 借给你 感谢观看